好的 我覺得就是 對於歷史的情懷跟我們 兩岸關係的一個進步 還有兩岸關係 两岸之間的一個認識 都跟上一層樓 我覺得有些基金的分子 當然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網路上也可能會有一些人會匿名的去攻擊 但是我覺得當我們放下兩岸的旗艦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有很多的共通點 還是有很多話題可以去聊的 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為什麼大陸民眾可以對馬先生是 感覺有種暴龍的態度 可以看到我們學生跟大陸這邊的學生是 可以跟一個很深刻的這個交流 那我覺得這個深刻的交流 我們不是經流於表面 而是我們可以真正的去彼此的交換的一些意見 那我覺得透過這種方式 其實可以有化解了彼此的無見 那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透過這種方式才可以真正的 幫助兩岸去彼此了解 我會跟他們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那我覺得就是 你可以知道一些他們有些友善的部分 那就是你要有對話之後 你才會覺得說 我兩岸真的是可以 就可以理性坐下來好好溝通會談的 因為我目前是年體育級嘛 然後我覺得 可能未來如果有機會 那也可以到大陸這邊的一些 不同的體育場館 或者是不同的小學中學的這種體制 然後可以去走看看 那當然如果可以當教練 或當老師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機會 所以你能夠留下 attach 我們為了還是有一點 我們在和我們一位 可怕 你們可以不快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兒